有的甚至连裤子都穿不上 几个孩子都是光脚或者穿着凉气而已 就是这样的穿着陪伴他们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大雪中穿着如此单薄的衣服 而瑟瑟发抖的身体掩盖不了寒冷的湿湿 而他们睡觉的地方连一张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这是尼泊尔最为普通的一个家庭 天又开始下起了大雪 两个孩子很喜欢大雪 他们在雪中翩翩起舞 很快雪越下越大 几个孩子站在一起整理衣服 我们看到这些孩子的衣服破旧不堪 在这里很多家庭基本买不起新衣服 有时候都是在别处捡回一些旧衣服 就算是这样的大雪天 孩子们依旧穿不暖 有的甚至连裤子都没有 我想在零下的大雪天 身体要有多强壮才能不感冒 很快晚饭时间就要到来了 几个孩子都回到房屋里面 不出意外家徒四必是标配 除了吃饭睡觉的物品外不会有多余的 由于生活并不富裕 这里的家庭基本都是一日两餐 此时孩子的母亲正在将米盛出来 像这样七口之家 每天的伙食不可小觑 此时孩子的母亲正忙活着做饭 几个孩子正细细着等待午饭的到来 很快孩子们都吃上了晚餐 但是其中有一个孩子 似乎在大雪中生病了 他无力地靠在家人的身旁 被子也只是一张破旧的衣服 像这种生病也只能靠自愈了 而其他几个孩子基本吃着白米饭 只是为了填饱那饥饿的肚子 在这里 他们基本上很少洗澡 大家身上都是一层厚厚的泥土 他们对生活没有太多追求 只是简简单单地填饱肚子 也许真的是越穷的家庭生的孩子越多 但有些家庭却没有能力照顾好他们 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温馨的童年 你们如何看待越穷的家庭生的孩子越多